蜗牛与黄丽鸟 门前有一棵葡萄树 绿绿的钢发芽 蜗牛扁着 扣扁着 坑坑的口 橙橙的颗 一步一步低往向爬 树上有两只黄丽鸟 嘻嘻哈哈地在笑它 葡萄橙树还凿得很 现在向来杠 杠怎么样 怎么 怎么杠 黄丽鸟不要笑 等我爬下 它就成树了 解释 黄丽鸟 黄丽鸟 公园葡萄树下 世界 黄丽鸟在笑小蜗牛 第二 黄丽鸟为什么要笑小蜗牛 foreigner 他在笑小蜗牛 小蜗牛 因为现在 他 现在的葡萄不能吃 吃 还没有长 还没有 还没熟 还没熟 小蜗牛为什么 怎么早就开始爬葡萄树 小蜗牛要早就开始爬葡萄树 因为它要很长的时间 去拿到葡萄 我可以说一说 小兔子的耳朵长长的耳朵 可以让它听得染 小狗的耳朵 小狗的石头长长的 可以让它透气 大象的耳朵长长的鼻子 可以让它拿东西吃 第四 看到上面的情况 你会对它们说什么 第一个 小朋友不能爬 第二个 黄灯池不可以站在马路边 第三个 小朋友不可以在马路上跑来跑去 很危险的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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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